欧盟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冲裁结果 对此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今天发表声明称 代表中国汽车行业表示非常遗憾 根据欧委会发布的公告内容 三家中国电动汽车抽样企业最终反补贴税率 分别为17.0%、18.8%、35.3% 合作企业平均税率为20.7% 不合作企业税率为35.3% 中国机电商会对此表示 欧委会并未在中裁公告中纠正之前的诸多错误认定 除程序上严重缺乏透明度外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背离规则和以往实践 进行抽样带来的底层代表性问题 也未对欧盟产业损害指标进行客观分析 因果关系依然存在错误认定 欧委会对本案做出的不公正 不合理、不客观的认定 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和欧盟反补贴相关规则 我们第一是不认同 第二是不接受 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的电动汽车对欧盟的出口 对它的产业没有造成损害 在没有欧盟企业提起上诉的情况下 这是由欧委会自主发起的一个反补贴的调查 同时的话 欧盟国家内部之间有很大的争议 以德国为代表的汽车产业 是强烈反对加税的方案的 对于欧盟国家内部的汽车产业